不是人家說閨語你就用高雄 高雄這個點又不好笑 如果老大是企劃人員的話 老大就會比較有創意嘛 我就會說 如果你的名字裡面 有羞記啦 如果你的名字有羞記 就可以來高雄領羞記 高雄要辦一個活動 高雄免費住宿 高雄市府宣布 名字同時有高與熊 怎麼叫名字同時會有高跟熊 有機會免 還有機會 還不是一定有耶 人那麼小氣啊 鮭魚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要高雄兩個字 還有機會而已 人家只要改鮭魚 就一定吃得到 而且還吃很多攤耶 有機會免費住宿 高雄旅館一晚 名額才100個而已耶 然後先搶先贏 引發擔心會有鮭魚之亂 不會啊 因為你的福利很爛啊 高雄那個時候 有什麼樣的市長 有什麼樣的創意的一些企劃 我跟你講那些做企劃人 也瞧不起韓其邁 沒有用心在做企劃 隨便抄一抄就好了啦 如果老大是企劃人員 你知道高雄的點在哪邊 你要舉一反十嘛 不是人家說 鮭魚你就用高雄 高雄這個點又不好笑 如果老大是企劃人員的話 老大就會比較有創意嘛 我就會說 如果你的名字裡面 有嗆記啦 如果你的名字有嗆記 就可以來高雄領嗆記 這樣子企劃 不錯吧 喜歡這個企劃的打5好不好 如果你的名字有嗆記 歡迎來高雄市領嗆記 不要再吃什麼鮭魚了啦 喜歡這個企劃的打5好不好 這企劃是不是 一下去馬上新聞就爆翻了啊 是不是比那改高雄什麼飯店住一天 還有100個名額好多了 而且你要至於漁人啊 黑色幽默你懂不懂啊 你這樣至於漁人我會覺得說 哇韓其邁真的是好幽默 人家說你是嗆記之都 開個玩笑 搞不好我都會對韓其邁 負負得爭 這我就說 反黑色幽默的行銷啊 是不是 如果你改名成高坦 就來免費高雄吃嗆記 對啊就 你改成高坦啊 名字裡面有高坦 就免費在高坦 是幫你吃嗆記 吃嗆記聽得懂啊 就嗆嗆 吃嗆記這個企劃的 喜歡的打6好不好 喜歡的打6啊 就是改成高 就你改成嗆記 就是來領嗆記 來領嗆記 然後改成高坦是高坦 就可以來高雄是 免費吃嗆記 黃標就黃標 管你們啊 大家開心就好了啊 是不是